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热巴洋洋疑似恋爱 两人晒出的汤圆勺子是同款。 2023年2月5日是正月15元宵节,当天许多明星艺人也纷纷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美照,全网也都在比拼着汤圆。 迪丽热巴也晒出了一组美照,并为此配纹,一起吃掉这颗元宵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 画面中的迪丽热巴身穿大红色的毛绒外套,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也自然的披散在肩膀上,耳环也特别的独特有创意,她的一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喜庆。 她的脸上也画着十分精致的妆容,虽然头发显得特别的凌乱,但是也丝毫遮挡不住她的盛世美颜,依旧相当的惊艳。 她时而抿嘴卖萌,时而又张着大嘴巴,似乎等待着谁能将汤圆送到她的嘴里。 此时也可以看到她的一双大眼睛特别的清纯灵动,而且牙齿洁白又整齐,简直美得让人舍不得已开眼了。 不过,最强劲的莫过于她眼角的泪质了,也特别有辨识度。 随后,嘉行迪丽热巴工作室也再次晒出了一张胖迪的美照,并为此配文,十五家节制,今宵共团圆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,平安乐团圆。 同样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和留言。 迪丽热巴的嘴唇上也涂抹着艳丽的口红,嘟着小嘴的模样也更加的可爱,再加上她超高的颜值和白皙的皮肤,虽然已经三十岁了,但是依旧被不少人视为心目中的女神,甚至甜如初恋了。 而前段时间,迪丽热巴也被爆怀孕,将在今年官宣好消息,当时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,她也通过工作室对此进行辟谣澄清。 不仅如此,她还学当年的赵丽颖,晒出了PX照片,再度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可不管怎样,看到如今的迪丽热巴也依旧如此的迷人,而已期待着未来的她,在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,也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,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。 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阳出演过的影视剧作品不计其数,与之比较有CP感的应该就是两位女明星了,一位是郑爽,另一位就是迪丽热巴。 两位女演员的颜值都堪称内于天花板,当年的肖奈跟薇薇,同样也是吸引了无数CP粉。 只可惜郑爽因个人问题被封杀,后面杨阳再次出演顾曼的作品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搭档迪丽热巴,两人看着就更配了,确实哪哪都合适,有时候也不怪大家要撮合他们俩。 迪丽热巴合作过的男演员同样也有很多,除了被撮合跟杨阳在一起,之前还跟黄景瑜传过绯闻, 去年更是传出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,可想而知有哪天热巴真的官宣恋情了,这微博估计就跟陆寒当年一样,要瘫痪的节奏。 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这部剧寒糖量非常高,而且为了宣传,迪丽热巴跟杨阳当时拍的各种花絮照都很是甜蜜,感觉两人像是在本色出演一对情侣, 不知道该说两人是演技好还是彼此双方真的就有好感,不过剧播完后,热巴与杨阳各归各位,走不出来的只有观众罢了。 2月6号,杨阳词条突然登上热榜第一,一众网友还以为是杨阳,没想到点进去是杨阳跟热巴,搞不清状况的还以为他们官宣了,没想到只是因为一碗汤圆的事。 元宵节当天,不少明星艺人都在微博发布吃元宵的动态,杨阳跟热巴也不例外,先是热巴在微博发了自拍跟汤圆的照片,随后杨阳也在微博发了几张过年度假的照片, 评论区还附带了一张汤圆的照片,直言自己最喜欢黑芝麻馅的,两人前后发文相差了13分钟。 于是CP粉就开始磕硬糖,觉得他们吃的汤圆是同一碗,因为碗和勺子感觉都是同款,而且自拍风格都很像,发文时间又很接近,四舍五入从而引发了恋情争议。 也不知道是谁在买热搜还是大家太关注他们,两人莫名其妙的就在文娱热搜榜第一被议论纷纷,十分尴尬,正月十五都吃元宵,汤圆也基本都是同一个形状,碗和勺子也十分大众化,这都能磕糖只能说CP粉太魔症了。 自杨阳跟热巴合作以来,关于两人的恋情一直未断过,网友也非常期待两位二搭,此前有消息称两人有望参加同一档综艺节目,虽说他们很配,但因缘这个东西还是要随缘的,当然不排除以后也有机会。 对,像是陈小根陈妍希在合作完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搭上线,所以一切皆有可能,但目前来说两人恋爱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,还是多多关注作品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